民众是否能在开斋节前后跨州回乡各界兵系期待 卫生部长纳德斯里阿汉巴巴今天向前风暴透露 政府会在这个月14号之前决定是否批准民众跨州 至于国防部高级部长纳德斯里伊斯迈沙比里则是说 卫生部估计进入5月单日确诊病例会下降到大约500宗 但无法鉴定到底什么时候什么水平 才算是开放跨州回乡的安全数字 他重申卫生部评估风险后 政府才会决定是否开放回乡 而这并不是简单的决定 因为回乡潮是新冠病例飙升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 部长以吉兰丹和沙拉越之前都是绿区 但在回乡潮后已经变成疫情红区为例子